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强出席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第八届中日韩工商峰会 一至四月份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同比增长4.3%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推动高质量发展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四川省有关负责人介绍相关情况 巴勒斯坦方面谴责乙军袭击拉法难民营 以色列称袭击目标是一处属于哈马斯的院落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号召开会议 审议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若干政策措施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问责规定适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 推动中部地区崛起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 始终紧扣中部地区 作为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 能源原材料基地 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 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的战略定位 着力推进各项重点任务 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取得新的重大突破 会议强调 要充分发挥科教资源极具的优势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加强原创性科技公关 要因地制宜发展新制生产力 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做大做强实体经济 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培育壮大新型产业 谋划布局未来产业 要发挥区位优势 加强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建设 促进要素高效自由便捷流动 更好融入服务新发展格局 要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 加快建设美丽中部 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要大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保障能力 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 中央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 要加强统筹协调 细化实化各项任务 清单式推进落实 有关部门要加大支持力度 山西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等中部六省 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 凝聚强大工作合力 奋力谱写中部地区崛起新篇章 会议指出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事关国家安全发展全局 人民财产安全 是实现高质量发展 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 制定出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问责规定实行 就是要进一步推动 在金融领域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气势加强党中央 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进一步压实金融领域 相关管理部门 金融机构 行业主管部门 和地方党委政府的责任 督促各级领导干部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落实好全面加强金融监管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各项任务 会议强调 要切实抓好规定的贯彻落实 坚持言字当头 敢于较真碰硬 敢管敢言 真管真言 释放失责必问 问责必言的强烈信号 推动金融监管 真正做到掌牙带刺 有棱有脚 将言的基调 言的措施 言的氛围 在金融领域梳理起来 并长期坚持下去 本台消息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巴林国王哈马德 埃及总统赛西 突尼斯总统赛伊德 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 将于5月28号至6月1号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并出席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 5月27号 外交部就习近平主席 出席中阿合作论坛 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 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 据介绍 本次部长级会议将于5月30号 在北京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开幕式 并发表主旨讲话 会议将重点就落实领导人共识 拓展中阿各领域合作 加快推进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 进行深入探讨 研究具体举措 会议计划通过多份成果文件 将进一步凝聚中阿共识 规划下阶段合作 并就巴勒斯坦问题 发出中阿共同声音 5月29号至31号 习近平主席将分别为来华访问 并出席会议开幕式的 巴林国王哈马德 埃及总统赛西 突尼斯总统赛伊德 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 举行国事活动 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地区 和国际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中阿合作论坛成立20年来 中阿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习近平主席两次出席 论坛部长会开幕式 四次面向阿拉伯世界 进行重要政策宣示 引领中阿战略互信不断深化 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汇集双方人民 在2022年举行的首届中阿峰会上 中阿领导人一致同意 全力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 中阿关系迈进全面深化发展的新时代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 都是发展中国家重要成员 同为国际社会重要力量 肩负着实现民族振兴 加快国家建设的共同历史使命 中国将继续同阿拉伯国家 以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为目标 秉持中阿友好精神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相互坚定支持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 推进各领域合作 在文明交流互建中共创辉煌 携手努力推动国际秩序 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打造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自立自强的集体合作样板 习近平总书记 在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引发社会各界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深刻回答了关于发展与改革的 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为在新征程上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凝聚广泛共识 注入强大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要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这个主题 突出改革重点 把劳价值取向 讲求方式方法 为完成中心任务 实现战略目标 增添动力 总书记全面 阐述了 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主题 重点 价值取向 和方式方法 对于我们改革的重点 进行了一系列的提炼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 有迫有力 对于当下所面临的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 各种关键问题 进行破解 那么这种全境性的这种阐述 进一步的激发了大家进行改革开放的这种决心和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增强社会活力 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 新观点 新论断 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 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 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为推动高智能发展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聚焦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扎实推进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改革要重谋化 更要重落实 要以钉钉子精神抓改革落实 各界人士表示 这位新称承上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指明了前进方向 更坚定了以改革之力 破解发展难题的信心与决心 企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源泉 是改革的参与者 也是受益者 我们将聚焦增强核心功能 提高核心竞争力 以科技创新 引领绿色低碳 和数字化转型 以高质量的重型装备 生产制造基地建设 助力中国式现代化 总书记在会上鼓励我们 要心无旁骛 一以贯之作强主业 让我们很受鼓舞 未来我们将继续坚守 实业不动摇 坚持以创新为启动 发展新制生产力 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 贡献力量 我们将按照总书记 指引的方向 大胆探索 推出一批战略性 创造性 引领性 首发式的改革举措 以先行先事 善作善为的实际成果 支撑打造 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完善支持 全面创新体制机制 这个对于我们科研工作者来说 也是备受鼓舞 我们将坚持目标导向 和问题驱动 通过制度改革 来释放创新活力 早日攻克关键技术 为实现集成电路领域的自力自强 和高质量发展 不懈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抓改革促发展 归根到底 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 要从人民的整体力 根本力 长远力出发 谋划和推进改革 总书记的讲话 加强了我们基层工作者 对于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的期盼与信心 对于基层社区工作者来说 就是要扎扎实实 做好社区工作 落实落细 民生改革的最后一公里 作为基层改革工作者 要始终坚持人民群众 在改革事业中的主体地位 常态化开展改革需求分析 经常性向企业群众 问虚 问计 问孝 要坚持以企业群众的需求为导向 找准改革的发力点和突破口 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 发表评论员文章 题目是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要突出重点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各位观众 这里是位于韩国首尔的青瓦台营兵馆 当地时间5月27号 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在这里举行的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李强与韩国总统尹西岳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共同出席此次会议 李强表示 今年是中日韩合作机制建立25周年 在新的起点上 中日韩要坚守合作初心 坚持开放包容 互尊互信 互惠互利 交流互建 共同推动中日韩合作整装再发 换档提速 迈向全面发展的新征程 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李强就深化中日韩合作提出五点建议 一是推动合作全面重启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 充分激活合作存量 稳步培育增量 形成双边关系和三国合作相互促进 二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 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尽早恢复并完成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 三是引领科技创新合作 加强协同创新和前沿领域合作 中方将在华建立中日韩创新合作中心 助力三国加快培育新动能 四是拉紧人文交流纽带 以举办中日韩文化交流年为契机 推动三国人民实现从居相邻到心相通 五是努力促进可持续发展 加强低碳转型气候变化 老龄化和应对流行病等领域交流合作 发掘和开展更多中日韩加X合作项目 理想指出 当前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 各方要发挥建设性作用 致力于缓和局势早日重启对话 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 向前迈进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中日韩要用好各自发展优势 积极对接东盟等地区国家需求 打造区域合作新引擎 要携手提振东盟与中日韩10加3合作势头 中方愿同韩方日方一道 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维护地区和世界的长治久安 韩日领导人表示 韩日中合作时隔四年多重启 具有重要意义 希望三国以此次领导人会议为新起点 不断深化人文可持续发展 经贸 公共卫生 科技 救灾等六大领域合作 更好造福三国人民 会后 三国领导人共同会见记者 三方发表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宣言 中日韩知识产权合作十年愿景联合声明 关于未来大流行病预防准备和应对的联合声明 一致同意致力于落实第八次领导人会议通过的 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 推动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化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 三方同意将2025至2026年定为中日韩文化交流年 当地时间27号中午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首尔与韩国总统尹西岳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共同出席第八届中日韩工商峰会并致辞 李强表示 习近平主席用亲程慧荣四个字凝练概括了中国的周边外交理念 中日韩在地理上一一带水 在经济上深度融合 在文化上渊源相通 决定了我们应当做和平有爱的近邻 携手发展的近邻 心灵契合的近邻 中方愿同韩方日方携手努力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持续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不断促进利益相容 人民相亲 命运相连 带动本地区一体化加速推进 进一步开创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新局面 李强表示 广大企业家在推动中日韩经贸及各领域交流合作中 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希望大家把握经济全球化大势 深化产业协作 不断提升互联互通水平和要素配置效率 做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维护者 把握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 加强联合研发协同攻关 共同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竞争力提升 做深化创新合作的推动者 把握人类文明交融发展大势 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积极支持民间交往 做拓展人文交流的促进者 三国工商界和政府代表 约240人出席峰会 吴正龙出席上述活动 当天李强结束相关活动 离开首尔时 韩国政府高级官员和中国驻韩国大使 邢海明等到机场送行 27号下午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结束出席 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后 乘包机回到北京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 吴正龙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记者今天从国家统计局 发布的最新数据了解到 1至4月份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利润总额 20946.9亿元 同比增长4.3% 实现营业收入41.92万亿元 同比增长2.6% 企业利润继续保持平稳增长 企业营收持续改善 装备制造业利润 保持较快增长 1至4月份 装备制造业利润 同比增长16.3% 增速高于全部 硅上工业12.0个百分点 拉动硅上工业利润 增长4.7个百分点 是贡献最大的行业板块 其中 电子行业受消费需求释放 产量较快增长推动 利润大幅增长75.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今天举行推动 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四川省有关负责人 介绍了相关情况 2023年四川经济总量超过6万亿元 增长6% 工业投资增长22.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高于全国两个百分点 今年四川把推进新型工业化 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大力实施六大优势产业提制倍增行动 推进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 数字化转型 培育壮大生物技术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 大力发展低空经济和商业航天 今年一季度 四川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1% 电子信息 食品清房 能源化工等产业规模超过万亿元 当前四川正以龙头企业为主体 牵头组建 滤青 繁钛 人形机器人等创新联合体 抓紧布局建设一批 省级中式研发平台 和行业领域中式研发基地 启动前沿技术领衔科学家专项 持续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让实验室牵手生产线 大力鼓励激励包容颠覆性 前沿性引领性创新 在注重从零到一创新的同时 我们还注重原点突破式创新 让更多科研成果 加快变成产业的成品和发展的结果 四川还将推进水风光清 电燃器等多能互补发展 加快建设世界级优质清洁能源基地 把能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持续打好蓝天避水净土保卫战 实现一江清水向东流 中共中央宣传部 今天授予陆军某合成旅杨根斯联 时代楷模称号 党的十八大以来 杨根斯联坚持用习近平 强军思想 建联育人 出色完成国际军事比赛 时兵演习 国际维和 强险救灾等重大任务 先后荣立集体一等攻两次 杨根斯联是坚决听党指挥 始至奋斗强军的先进典型 是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 忠实履行使命的时代先锋 今晚 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 将讲述他们的先进事迹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今天中国社科院发布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 阐释工程的阶段性重大成果 包括新编 中国通史刚要 两个结合基本问题研究 文明中国 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 考古学阐释等22项专注和论文 为新时代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 中国实践提供系统学理支撑 第二十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 三十强以及海内外超220家 头部文化企业参展 总参与人数再创新高 展出文化产品超过12万件 4000多个文化产业投融资项目 在现场进行展示与交易 据中国在任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神州18号航天员乘组 将于近日择机实施第一次出舱活动 目前乘组已完成了舱外航天服 舱外作业设备的检查测试和状态设置 进行了机械臂操作等载轨训练 航天员状态良好 空间站组合体运行稳定 具备开展出舱活动条件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 2023报告指出 2023年我国制定和修改了 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六部 部门规章34件 消费品国家标准241项 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今天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 科技活动周在江西南昌开幕 今年活动周主题为 激发创新火力推进新粮新储 截至目前 全国已建成5500多个 粮食产后服务中心 推广使用1000万套 农户科学储粮装具 帮助农民减少储粮损失 确保颗粒归仓 在日前举行的第七届 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 国家数据局公布了首次 全国数据资源调查结果 首批20个数据要素城 开发利用典型案例 7个数据标注基地建设城市名单 421个数字经济项目完成对接签约 超30万人次参与现场数字化体验 进一步激发数字中国发展获利 今天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 广西桂林长塘水库工程开工建设 建成后预计每年将为桂林 87.3万人提供生产生活用水 2.12亿立方米 新增灌溉面积29.8万亩 今天由中国船舶大连造船 研发建造的总仓容17.5万立方米的 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大连下水 该船是世界上最主流的 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型 可停靠全球绝大多数的 大型液化天然气按站 今天布雷顿森林体系 过去80年与未来展望国际会议 即2024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 在浙江杭州举行 70多位中外高级别政经领袖 专家学者围绕全球宏观经济转变 新兴市场恢复 金融赋能科技创新等 12大主题展开讨论 与会代表还呼吁加强全球金融合作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证部了解到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 将于6月24号至26号在重庆举办 大赛将参照世界技能大赛项目 共设置18个比赛项目 目前已有近60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多名选手裁判员和有关人员报名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六部委 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 2024就业促进活动今天启动 特别节目职场第一课同步开机 依托总台国际一流媒体品牌资源和传播优势 国聘行动推出五年来 入住企业已近五万家提供职位超过五百万个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今天凌晨发表声明说 26号晚 乙军空袭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 西北部一处难民营地 造成至少50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今天称 乙军此前已将该难民营所处地区 列为所谓的安全区 还要求当地民众撤离到这一地区 之后却对这里进行集中蓄意的轰炸 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说 乙军袭击拉法难民营是令人发指的屠杀 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行动 制止乙方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全面侵略 以色列国防军26号晚27号凌晨 接连发表声明 确认其对拉法西北部目标发动袭击 乙方称袭击目标是一处属于巴勒斯坦 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院落 并称乙军打死了两名哈马斯高级官员 以色列中部特拉维夫等人口稠密地区 26号遭到来自加沙地带的火箭弹袭击 以色列方面称袭击造成三人受伤 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宣布 实施了相关打击行动 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 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控制更多定居点 并在多个方向占据更有利位置 俄军打击了乌军装甲车火炮系统等目标 乌方称俄军试图突破乌军防线 而乌军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削弱俄军攻势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佩格日前称 北约成员国应该开始考虑允许乌克兰 使用其提供的武器攻击俄罗斯领土 对此意大利副总理萨尔维尼26号表示 斯托尔滕佩格无法代表意大利人 他应该为自己的言论道歉或辞职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26号表示 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投入了大量资金 这会影响欧洲经济发展 欧尔班呼吁阻止冲突进一步升级和蔓延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野门机构发布的消息 26号胡塞武装在萨纳单方面释放了113名被俘人员 据野门媒体报道 获释的大多是野门政府军人员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方面对此表示欢迎 称这是朝着野门政府与胡塞武装恢复相关谈判 迈出积极一步 希望此举能推动双方释放更多被俘人员 2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德国柏林访问 这是法国总统24年来首次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 马克龙当天表示 欧盟如今面临内部和外部的严峻挑战 甚至可能导致欧洲走向灭亡 他强调推进法德关系对欧洲的重要性 德国总统施泰伊曼尔表示 两国需共同应对俄乌冲突 加沙地带冲突 以及美国大选等带来的地缘政治挑战 美国中部德克萨斯州 俄克拉荷马州 阿肯色州和肯塔基州等地 近日遭强风暴袭击 引发龙卷风和大风等恶劣天气 已造成包括多名儿童在内的 至少18人死亡 上百人受伤 数百栋房屋和书店线路大面积受损 超过64万用户断电 德克萨斯州州长阿博特26号称 受恶地天气影响 德州已有10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 肯塔基州州长今天凌晨也宣布 该州进入紧急状态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视频 请下载央视频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再见 同感谢观众朋友やって 发肯定vi